OK 好 應該開始 OK 等等,等等,等等 OK 好 好,弟兄姐妹,開始 我今天不在教會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Rick 兩天前告訴我 他騎單車 丟了下來 所以他不能去教會 幫我做吉波 我今天就留在家 直到他好起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為他禱告 嗯 所以 所以一個人做不了的 我需要多一點弟兄姐妹幫忙 所以本來上個禮拜講的 要求 要求幫忙的 沒有回應 OK,沒有回應了,沒辦法了 好,我們要 開始之前 我們先提出一些事情禱告 嗯 大家看到 嗯 城市開了 解封以後 大家都看到那個 確診人數 提升 颇大 飙升 還好的 感恩的是 就是 紐約已經降到 連續三天 一百個 一百個確診以內 啊 不是沒有人 沒有人在Testing 過著確診的 數字已經 大大減下來 OK 紐約很好 但是 我們看到 Florida 還有Texas 這是最嚴重 Arizona 這些都非常嚴重 OK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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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啊 沒問題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 死不了 OK 死不了 的話 啊 誰說 我忘記 Kolm說 如果不嚴重 醫院 不會收那麼多病人 OK 你以為那些人 去醫院做度假嗎 他們說 一定是非常嚴重 他才收他 現在連醫院 特別中部的醫院 都 都滿了 OK 都滿了 所以 This is not kidding 不是 不是講講 有一個 有一個牧師 最近跟我說 他說 他 他接受 沒事啊 九十幾個 九十幾個 都沒事 所以他說你看 你看 我們教會 一個人都沒事 他說 他訪問我 你們教會 有沒有人 確診啊 有沒有人死啊 我不跟他理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過他教會 做兩百多人 的一個教會 才做 做了不到五十個人 四十幾個人 聚會 那幾年前 就已經 so so distant 所以 根本沒有什麼事 因為那個牧師說 我們不關門 從來沒有 他在New York 他說 他說 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一個人死啊 ok 都沒有人有事 所以你看 我沒有辦法跟他爭論 我說 ok 我有事 我就關了 不跟他聊 他很極端 所以我說 你不要那麼極端 ok 當教會出事的時候 就認識你 ok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問題 我在神面前祷告 另外 學生 學校開課的爭議 ok 這個爭議好大 ok 能不能 必做學校開課 他說 我們說 沒有問題 九十九個學生 只有一個死 那如果那個死 是誰的責任 是總統的責任 還是你的責任 父母的責任 ok 你明知道 有危險的 要不要上學 讀書少 少讀一年 不會死 我記得我女兒 Kimmel 要化療 要transplant的時候 她一年沒有讀書啊 那又怎麼樣 ok 所以 所以有時候 家講自己要決定 ok 連老師都自說 我要決定 我不會上課 ok 因為CDC最近 流出來一個 internal的一個 document 說什麼呢 如果開課 學校是一個最重要的 傳播的一個地方 ok 因為都在一個小的房子裡面 那麼多的小時 所以你可以想像 ok 是真的要開課嗎 然後歐洲還笑我們 美國 他說我們歐洲都開課啊 但是我們是數字下來 以後還有平穩以後 才宣佈學校要開課 才宣佈學校要開課 但是美國呢 不斷地標新的時候 就說我們要開課 ok 我 我 搞不通 這個理論 這個想法 是怎麼樣 大家都可以知道 因為11月改選 ok 所以一定要 要裝作什麼事都沒有 還有 為了我們就會 理事改選 所以可能你們Email已經收到了 請你們Click 然後做回應 還有 崇拜 開放聚會 還遙遙無期 ok 遙遙無期 我們暫定是八月底 那我很喜歡有 有一個早上 我中午的時候 我聽康蒙說 我們是Planning學校開課 Planning學校開課 他叫記者看清楚 聽清楚 Planning 不等於我們要學校開課 同樣我們是Planning 教會八月底 可以有一部分的個人聚會 那不等於真的是八月底 不知道 要每一個月每一個禮拜去看 ok 我想大家明白了 不是說教會順布什麼時候開嗎 不是 是Planning ok 遙遙無期 ok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還有我們為了見 鄭華華姊妹 手足順利已經回家 我們感恩 特別為她感恩禱告 我為她康福禱告 還有Rick跌倒 ok 她不曉得她 她習不習慣我這樣為她禱告 ok 為什麼呢 因為 我都想騎單車 因為疫情的時候 街上根本都沒有車 騎單車多好 對 但是我也怕 一丟下來 一丟下來 我們這個年紀的骨頭 都跟年輕人不一樣了 ok 所以 為她康福禱告 我們希望她早一點 她會告訴我什麼時候 ok 可以回教會幫我 幫我做直播的 ok 我就會回教會直播 上禮拜也有 也有 弟兄姐妹奉獻了一些 一些教會的清潔跟消毒的東西 回家教會 都放在教會裡面 我們都盼望 我們都希望 我們都期待 早一點 教會能夠回來正常的聚會 但是這個不在我們手上 也不在政治人物手上 只在神手上 ok 嗯 我們一同祷告 天父我們會做 這疫情的反覆 特別美國那麼嚴重 從人的決定 太早的開放底下 我們真的看到 數字不斷的飆升 主啊 我們真的願意 你在當中 你掌管 能夠將這個疫情早日的 平復下來 主啊 真的我們相信這個是 你手中的器皿 是你在歷史裡面 你早就預備的 但告訴我們 也幫助我們 怎麼去經過 為做我們當中有身體軟弱的 每個位鄭姊妹她手術以後 呃 我們都先上感謝 呃 手術順利 回家休息的時候 給她康復能夠盡快 呃 盡快 我們要開課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呃 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不要給我們 有極端的看法 呃 我們都希望孩子 能夠正常的上課 但我們也為做他們的安全 在你面前祷告 呃 給在上執政掌權的 有智慧 不是為做個人利益 OK 嗯 引到我們今天敬拜的時刻 祷告奉耶穌基督名求 阿們 今天的題目呢 是神手中的工具 瘟疫 OK 我們先同兩首詩歌 開始 聽你的詩歌是我很喜歡的 但他們很熟 最痛的時候 唱歌 愛的圖音 伍娃 父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父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知道 他在最痛的时候 说出了这一句话 没有孤独的眼神 没有咒读的怨恨 他在最痛的时候 打开宽恕的爱 他为爱来报世上 他为爱走向枝架 他把爱活在山口 他用来战胜慈枉 他为爱来报世上 他为爱走向枝架 他的爱感谢彼此 他的爱终生世上 Zither Harp 父王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父王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你在最痛的时候 说出了这一句话 没有孤独的眼神 没有咒诅的怨恨 你在最痛的时候 打开宽恨 打开宽恕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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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宽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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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 你的爱 你的爱感谢彼此 你的爱重生了我 你为爱来到世上 你为爱走向枝架 你的爱 你的爱感谢彼此 你的爱重生了我 你为爱 是我一点不怀疑你的能力 也是天允的诗歌 你创造天地 所有旧有名利 旧利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黄海当中 不走干地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拆迁爱自舍弃 旧人死里复活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身边罪过洗净心灵 翻转生命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每一天 每一天 经历你的味道 细腻 最小的心 你都在眷顾 指引 我的心 此前向后 赞恨惊奇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创造天地 所有旧有名利 旧利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黄海当中 入走干地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才前爱自舍弃 旧人死里复活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身边罪过洗净心灵 翻转生命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每一天 经历你的味道 细腻 最小的心 你都在眷顾 指引我的心 此前向后 赞叹惊奇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是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能力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不怀疑 我不怀疑 你的能力 摩西和亚伦说 西伯来人的上帝向我们显现了 求你容我们走三天的路程 到旷野去向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献祭 请你让我们去吧 免得他用刀剑 瘟疫来攻击我们 好叫你知道 普天之下 我独一无二 我若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 你们早就灭亡了 我要用瘟疫毁灭他们 不让他们承受那片土地 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比他们更强盛 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在可拉事件中死亡的人以外 当天有一万四千七百人死于瘟疫 因为耶和华有无限的怜悯 于是那天早晨 耶和华在以色列降下瘟疫 瘟疫持续了三天 从旦到别十八 共有七万人死亡 经文给我们读到有几段 只是你在《查圣经》里面 有很多经文都提到瘟疫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面对 COVID-19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也是一个瘟疫的事情 我以前是很讨厌人 常常说这次是撒旦的工作 我这次用这个题目跟这个讲法 我刚刚相反 为什么不能看 我们现在面对的疫情是神的工作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撒旦的工作呢 所以我用的主题是神手中的工作 工具 瘟疫 当我们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离不开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瘟疫的起因是什么 什么原因发生瘟疫的 第二就是瘟疫死了多少人 最后就是瘟疫的结果是怎么样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事件 等一会我们再谈 我要从一开始讲这三个问题 圣经里面又发生过很多次的瘟疫 我们都知道起因是什么 起因是罪 还有起因是自然的环境 科学会告诉你这是自然的环境 四句慢慢慢慢就是出来嘛 就是越变越厉害 我们人类没有这个抗体的时候 我们都打不过啊 我们都死了 一经都这样起来 但你有没有发觉圣经里面呢 特别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记载 很多瘟疫的发生呢 好像是神 神的作为 好像是神用这个瘟疫呢 来对付或者刑罚 那些犯罪的百姓 当然你说这个是旧约嘛 旧约没有 知识水准不高 到了新约的时候 瘟疫呢就有三次 提到瘟疫的时候 新约以后根本我们都不理 我现在要谈的是 就是历史里面的一些瘟疫 有人综合了十个很大的 我拿七个来说 第一个 黑死病 这是有几次 第一次发生在六世纪的时候 所以不要以为 瘟疫只是在旧约时代才有 新约就没有什么 不是说没有 新约以后又没有了 有 黑死病 六世纪到八世纪 后来就消失了 消失了 OK 死亡人数多少呢 最少几千万 OK 六世纪跟八世纪的时候 人类不是很多 人的人数不是很多 第二次第二次也是 老鼠鼠一的流行 是我们都很熟的 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短短几年的时间造成了 欧洲大陆三千万人死亡 结果之后一直三百年间 在欧洲大陆 不断的扩展 消灭了将近一半的 欧洲的人 人口 第三次属于爆发 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了 到二十世纪初期 死了一千多万人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看到老鼠都很怕 所以不晓得是不是从历史里面 对人对老鼠的害怕 只是老鼠不害怕 但是就是可能因为 这三次的老鼠身上的那种 那种歪维 是带来人类非常可怕的结果 这是黑死病 给我们发生 这是人类历史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天花 天花本来是最古老的 也是算死亡率最高的 一个传染病之一 在1507年的期间 天花就被一个患病的黑炉 带到美洲 从此开始在美洲大地的扩展 也蔓延到全球 所以几百年里面就毁掉 或者说杀害了好几个亿的人口 好像这事我们都忘记了 天花其实没有忘记 天花是我们记得 然后第三 这个曾经是很可怕 未益之一 感染的原因呢 我们知道 污水啊 粪便啊 是我们肠道的 一个病菌的感染 导致很多人死亡 那个死亡率呢 高达百分之五十 好像现在COVID-19 死亡率多少 不要听我们美国总统说 他说99% 99%跌5%都安全 都没事的 OK 不是 真正应该死亡率是五 大概在五之间 OK 所以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破乱 百分之五十的人会死亡 OK 所以 所以 单单印度就有三千多万人 因此死亡 所以在历史记载上面 上一个世纪 八十年代以前 世界爆发了七次的Fall-Round 大流行 总死亡人数达到 一个亿到两个亿的人数 这是 这是我们记得的吗 好像我们 我们是选择性的去忘记 还有 我们再看 第四 西班牙的流感 西班牙流感 现在我们知道了 是不是来自西班牙 不是来自西班牙的 OK 所以欧洲 欧洲又说这个 这个是 另外一个用词 所以 现在美国很习惯 有一些政客很习惯说 中国流感 乱讲 中国开始 但是不是中国出来的呢 现在还在查 OK 有可能不是 因为现在最近 欧洲的研究说 在欧洲的地下水里面 已经有 有这种 Covid-19的 试剧 那些Virus 可能潜在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只不过在现在中国爆发而已 OK 所以在水道里面 水道里面他们说应该是很长时间的 不是这几个月的事情 所以西班牙流感呢 当时流行 他们的用词说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OK 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二致病 致命的传染病 大概在1918年到1919年 1919年很有名啊 1919年有很多大事发生了 拿破仑啊 还有1919年 还有我们中文圣经就是1919年翻译成的 中文 中文 中文的圣经 OK 所以1919年很多大事发生了 他那个时候曾经造成了全球十个亿的人口受感染 2500万人到4000万人死亡 是当时世界人口只有17个亿啊 不像现在 所以此外还有 所以西班牙就称这个为法国型的流行感冒 因为是法国传到西班牙 西班牙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现在人就记得是西班牙流感 其实不是西班牙开始的 所以呢 这一次的流感 它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 快快就结束了 就停了 原因是什么 世界各地死了很多人了 没有人当兵了 没有军援的时候 没有军队的时候 打什么仗 都死了那么多人 所以这个结果是好是坏 你怎么判断这个历史 还有我们再看 第五 还有俄国班程上涵 上涵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经过 那些 我不晓得故意这么说 透过他们给他咬了 就传播出来 感染 其实五天到二十一天 大概好像现在的情况 两个礼拜的潜伏期 后来出现了伤寒 高发高热 举例的头痛 肌肉的疼痛 患者面红 我的面红是调色的问题 不是患病 眼球 眼球结末冲血 有失眠耳鸣 妄想症 狂躁 分离 还有很怕 这是被并进的症的其中一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有很多人就死于伤寒 所以在塞尔维亚在1914年10月爆发 这种伤寒的时候 不到六个月死亡人数十五万人 苏俄那个时候 从1917年到1921年 搬成伤寒患者达到2500万人 其中250万人死亡 这是俄国在我们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 这非常恐怖的一种情况 还有我们再看 另外一种 一种 瘟疫呢 他说安东尼瘟疫 指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二世纪中期 是公元一百六十四年到一百八十年 他袭击了安东尼统治底下的罗马帝国 他是综合伤寒天花麻疹 等这些一起一起来的 所以他中毒以后 受了优客 所以这种综合多种的瘟疫事件 也是很少见到 据罗马历史学家称 当时罗马一天就可以有两千人死亡 像不像现在 也像啊 因为现在每一天都死很多人 因为现在死的人数跟以前这样对比 是不能对比的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嘛 现在人很多嘛 所以多很多 现在多很多 所以现在的几千人死 是跟以前的几千人死 是差很远的 所以呢 因为染病而死 相当于被传染的人数的四分之一 所以估计的总死亡人数高达五百万人 所以有些地方呢 是瘟疫造成 种人 种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 大大减弱了罗马的病 所以记得 在历史里面有几次 强得不得了的国家是 就是兵源撕掉 突然撕掉 所以他们就 广而一去不整 国家叫做 立刻就倒了 整个庞大的帝国就倒了 比方上 很简单 我们最熟的历史里面 埃及 埃及追兵追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一过了红海以后 埃及法老王就带着所有追兵 就跑 跟着跑进红海 结果一下子死掉 不晓得多少的兵源 但那个时候 埃及立刻不再是世界的强国 罗马也是这样死的 中国的陈克斯汉 陈克斯汉 也是这样倒下来的 这个王国 还有 阿里山达 阿里山达 亚里山达 也是这样死的 瘟疫 使军队立刻死了很多 打不成 战都打不成 所以强国立刻倒下来 还有谁 还有拉破仑也是 现在美国是不是 不敢说 现在还在发展当中 现在还不知道军队会死多少人 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发生 我们综合来看 你说有没有神的手在当中 绝对有 圣经都很清楚说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只是我选经文里面 选一点点而已 还有很多 他说神用瘟疫 去对付他们 所以怎么说是 瘟疫是撒旦的工具 是神手中的工具 还有 除了这个 我们再看 还有雅典 大瘟疫 OK 它是在公元430年 发生的 雅典捷径一半的人口死掉 像黑死病 欧洲一半的人口死掉 在这一场的瘟疫当中死亡 雅典的军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他们的 他们军队真的死了很多 骑兵啊 步兵啊 死亡率都 都陪会在25%到35%之间 就等于四个有一个人死啊 特别军队里面 所以这个雅典的大瘟疫 就带来人类历史重新改型 这一次我再说 这一次到底这个疫情怎么样 我再说 如果COVID-19是神手中的工具 我们现在再回来再看 瘟疫的起因 不是谁要负责 因为现在美国要找 欧洲要找 到底谁做成的 是里面事业生做出来的 还是自然的 都要找起因 我觉得 不如我们看 这是神在历史里面 他的手 其中一个工作 谁会想到 那么严重 谁会想到 没有人会想到 所以 中国对疫情是特别敏感的 因为从 从我们历朝代 我们面对过很多次疫情 所以呢 我们中国特别特别特别敏感 对面对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疯得很厉害 那美国 美国没有啊 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 欧洲就很惨了 欧洲就很惨 所以欧洲面对这个历史 还没有学到教训 起因在哪里 起因是我们的罪 所以神就用瘟疫提醒我们 够了 然后第二 我们说瘟疫死多少人 这一次我们都面对 这次疫情还没有过 还没有过 我们都已经讨厌 已经不想听 不想看这个数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字不断的升 不断的升 然后数字下来的时候 没有多久我们都不care了 因为才几个 但香港很好啊 几个都很紧张 台湾也好 中国也很好 只有美国 我再留下 所以问死了多少人 为什么我们要看数字 我们也要问 人口为什么要普查 你记得吗 当以色列离开埃及以后 建立自己的国家 有支派啊 有十二支派 每一个支派数一下 数来做什么 数点做什么 我们叫做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呢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交税啦 还有打仗啦 当兵嘛 你要知道 我手上有多少个兵 我的兵不够 你敢打吗 好像菲律宾敢打中国吗 不敢啊 人口少的时候 打什么仗 没有兵啊 还有没有钱啊 所以没有人 没有人去纳税的时候 你哪有钱去打仗 所以 为什么数数字 人口普查 更重要的是 国家的那个财物 怎么去分配 怎么去分配 所以 瘟疫死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是提醒我们 这个数字是提醒我们 我们所管理的 我们那一般的 百姓 是做官的 的一个责任 死了多少人都不理 这些做官的怎么做 所以 瘟疫到底死了多少人 会死多少人 我看到啊 在美国 你们 你没有 没有看到吗 就是 不 care 唯一 关心的是 我会不会 这一次再选到 做总统 我能不能还 在那个位置上面 所以 这是瘟疫死了多少人 提醒我们 这些数字 是我们负责的人 要关心的 所以 我们 我们不是政府人员 我们只是教会的负责人 你有一个会有 因为你 开放教会 患病死了 你有没有责任 有啊 韩国那个 那个邪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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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牧师 不是被关了吗 被抓了吗 因为他 他没有 没有做 social distancing 还要叫他们来聚会 几千人感染很多 群聚 群体感染 所以 没有人 那个 那个牧师 开放了以后 教会有 24个 感染了 死了 还没有 还不知道 因为可能还在医院 OK 有没有责任 如果你不觉得你有责任 OK 你就开放啊 这就是做一个领受 要有的 为什么我们关心数字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 都在我们负责的人手中 OK 不是面子的问题 是人的命的问题 所以今天刚刚今天很喜欢听Colman说 没有人会用金钱跟生命去衡量去比较的 因为生命不能因为金钱的数字有什么改变 生命是最宝贵的 OK 因为有人说嘛 你不开放 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生活 没有办法工作 但是你一开放的时候 你看到美国还现在还有还有十九个州增加人数增加的很厉害 中部南部Texas Florida 这是医院已经报了 OK 不能再 这就是人命的问题 然后他讲的很好 他说没有人想去医院做度假的 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医院才会收他进去 医院报了 满了 特别ICU 没有病床了 这个数字怎么来 不是自己偏出来 是真的每一个进医院的人数出来的吗 有名字 有时间 Discord可以查到 所以死多少人 还有瘟疫的结果 我们还不知道Covid-19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说 这一次疫情将世界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我们怎么面对 救费应该怎么做 我们复印机构应该怎么做 这是我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神手中的工具 瘟疫 我们祷告 主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你手中有很多工具 是我们都很惧怕的 其中就是这种天灾 瘟疫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这一场 Covid-19的瘟疫 我们真的 没办法 骄傲起来 因为真的 人是何等渺小 愿意我们真的 等待忍耐 也给我们看见 前面的世界已经不再一样 叫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来面对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现在是我们开始我们胜餐的时刻 你可以预备你的饼跟预备你的杯 以前在教会里面呢 有人派到你面前 现在没有了 OK 是你自己预备 好 我们先安静 在神面前 主要圣餐的时刻是我们不断地要回想 七年 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个事实 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 但我们总是知道 到今天 这个救恩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 作引到我们今年的时刻 祷告奉耶稣基督民求 当耶稣与门徒聚息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晚上 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祂跟门徒说 剥开 然后跟门徒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 你们吃的时候 要纪念我 我们会同领受 作是你甘愿 将你生命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你甘愿为爱我们的缘故 你剥开你的生命 好像这个饼剥开一样 作当我们吃下这个饼的时候 叫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生命里面 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我立月 为中文所留的血的一个代表 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月 我们同意吗 现在是三一项的时候 现在是三一项的时候 我们第一项领受主的祝福 担任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接下来是有一些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结束的时候了就会播一下 我们Teresa她在刚刚礼拜四 过去礼拜四的时候 在华永生殡仪馆 那个Funeral Service 我们会播出来 然后我们还会继续收集 有一些弟兄姐妹对她的怀念的一些文字 尽快传给我 我会做好一个 一个complete的一个Funeral Service 然后在我们网站里面 这个只是我们用手机拍下来的 它Funeral Service的情况 然后大家在网上都知道 真的很不一样 有不好有很好 不好的就是真的 我也相信有一些老人家 真的有困难上网 我记得连Teresa都问我太太 她说为什么我们网上的重办 没有在YouTube 说我在家播的时候 就不能用两个 在教会 即播的时候才能够用 所以他们习惯看YouTube 就不习惯进到教会的网站里面看即播 那有一些当然去找以前教会 比如说他 relocate到 New York的时候 到了我们教会 但是他们还是怀念以前的教会 所以在网上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location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网上去 他们教会聚会也没问题 没问题啊 我想我的以前小孩子的时候 那个教会的女传道 在英国现在都看我们的即播 因为他知道我 因为他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即播 他很兴奋 他已经看了好几次 是我小孩子的时候 是我的女传道 到现在是我老了 他也好 想不到真的在网上的崇拜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一同崇拜 这就是网上崇拜好跟不好的地方 有一些在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 都知道我在这里有即播 他们就来了 也有追歌手了 所以还有提醒大家 我们网页里面有donation button 你可以click一个button 或者寄你的奉献到教会里面去 另外还有呢 就是刚才祷告已经提了 如果check你的email 教会也传了一个email deacon elder传了一个email给大家 特别会友去填那个 你接受approve or not approve 接受不接受 我们新的几位 几位的理事 我在说教会的理事跟选总统不一样 选总统都是什么方法都出来 教会不需要 都是你愿意服侍神 我们就选那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 就做 然后如果三分之二通过以后 我们再抽签 因为好像一个还是两个位置 我都忘记了 现在我们有三个候选人 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只是 只是去approve or not 还有一件事 我们在approach 那个年轻的ruth director 因为没有办法再开什么教会的聚会 给大家先了解一下 只是长老他们已经有五次跟他谈过 都觉得合适 所以我们就approach 看看 但是我们用很长的一个试用期一年 所以我们看看他还要不要接受我们的邀请 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director 有一个传道特别针对年轻人的工作 好 弟兄姐妹 接下来就是 我会有点点 我会想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